哈喽大家好我是Fiona 今天这支影片要来告诉大家 什么把你在first trade里面的收益 然后汇回来台湾 那今天这支影片是first trade第一证券的出金教学哦 首先呢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整个出金的流程 以及这边会被收取的手续费 那一般来说呢在你申请之后的一到三个天内 你的这个出金的金额款项就会入账了 那手续费的部分呢在first trade券商这一端 他会收取25美金的汇款手续费 那其实在以前呢他的汇款手续费是50美金 那后来有调降 那他现在的手续费25美金 其实跟TD的出金手续费是一样的 这25美金呢都是由券商这一端来去做收取的 那再来你会回来台湾之后呢 台湾这边的银行会再收取一封的电报费 那依据银行的不同呢300到400台币不等 所以我们可以换算一下 如果你每一次呢要把钱汇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可以抓一下你的手续费成本 大概要抓1000台币上下 所以呢这里会建议大家 我们可以呢让我们的股票 然后做股息之中再投资 让你的雪球呢越滚越大之后呢 接下来有需要的时候再汇回来台湾就好 不要太强的就是把它想要汇回来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手续费它其实是一个摩擦成本 它会不知不觉当中吃掉你的活力哦 接下来流程的部分呢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个 是要先登陆Fertrade网站后台 登陆完后台之后呢第一次我们都需要设定你的银行电汇账号 接下来填写一些相关的汇款资料 然后提交完之后这样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等钱回到台湾之后台湾的银行做一个解汇的动作 这样就完成了所以其实Fertrade的出经流程算是比较简单易懂的哦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跟着教学步骤做一下吧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到TD的网站后台 那网站后台的网址我放在一头影片上方 我也会放在影片底下说明栏的地方 我们点击这个连结来到网站后台 你会看到这个画面 那来到这个画面之后呢就输入你当时开户的代码还有密码 然后就按登陆 按了登陆之后在这个画面我们首先呢第一个要先选到我的账户 再来呢第二步骤选到存款以及转户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你会来到这个画面 那我们要选择从第一证券提款 然后要选择用汇款的方式 因为台湾对于美国而言呢我们算是国外 那我们国外要把钱领回来 我们就是要用汇款的方式 好所以第三步骤呢点汇款 接下来呢在下面这个地方呢 他会请你要去提供一个银行账户的这个讯息 因为呢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去做出金的话 你必须要先把你银行账户讯息的资料填写完毕 好所以我们就按一下开始 按一下橘色的这个开始 然后接下来你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呢 他会要做一个身份的验证 所以呢你会要发送一个认证码 到你当时开户所填写的这个信箱 所以呢你只要选到这个信箱之后 按送出你的email就会收到这个认证码了 那这个认证码呢就请你在3号的这个地方去做输入 然后接下来按确认 然后以上四个步骤 这样这里都确认完你的身份 没有问题之后你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来去设定你的银行电汇账号了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选择电汇类型是国际 OK因为刚刚有提到了台湾对美国而言我们算是国外 所以我们要选国际 好选择完国际之后呢 这个地方呢那个电汇质银行账户的这个地方呢 他预设呢如果你有勾选国际的话 他这个地方他应该自动帮你勾选银行账户 然后电汇的金额这个地方就输入你预计要会回来的 那记得这个地方的金额要输入美金 然后在国际汇款这个SweetCode的这个代码呢 对照你的外币存折的SweetCode把它填写上来 那以我这边示范举例 我这里填写的是国泰市华台北总行的SweetCode 然后接下来呢他银行的收款名称呢 他在你填写完SweetCode之后他会自动带出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确认一下 你的外币存折的银行名称是不是跟这里一样 基本上系统他会自动的带入 接下来呢你要在收款人的银行账户号码 这个地方呢填写你的银行账户的号码 那这个地方是填写外币存折的账户号码哦 然后要再输入一次 接下来呢银行的所在城市 就依照你当时开户的时候 你是在哪一个城市来去做开户的 那我举例我当时是在台北开户的 所以我这里就选择台北 然后银行所在的省跟州 我们这边就选台湾 接下来呢银行所在的国家跟地区 照理来说你只要输入完银行的sweetcode的话 这一栏位他也是会自动带出的 接下来呢在收款的银行邮政编码 这个地方呢就填写你银行地址的邮递区号 那这边呢台湾的话一般而言都是3码 那因为国外呢他们习惯用的是5码 所以这里会建议大家 你填完台湾的3码邮递区号之后 后面可以多填00这两个数字 因为国外习惯的是5码 你这里可以去做一个就是多填00 然后帮他补足5码 然后再来呢需要中间行这个地方 我们不用勾选 复言的部分呢也不用填写 然后在下面的这个电汇用途啊 电汇用途这个地方呢是可以填写中文的 因为第一证券他们是看得懂的 所以这边你可以填英文也可以填中文 那主要呢就是投资提款 就是我要把我投资的钱领回来这样子 然后下面他会有一个询问说 你是否保存这个银行的讯息以备将来使用 这个地方呢你只要勾选试 上面的这些资料啊 你下一次要出金的时候 就不用再额外填写了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勾试 那你以后就可以小填写这个步骤 然后接下来按预览 好然后按预览之后呢 他就会再double check一下 你这里面的这些资料啊都没有问题 之后我们就按提交 好按了提交之后 基本上你的出金流程就已经完毕了 接下来就是等待呢一到两个工作天之后呢 第一证券这里会发一封信件 通知你呢已经收到你的电汇申请了 那再来呢如果你的体理金额比较大的同学 可能会有第一证券的客服打电话关心你 就是怎么会突然想要把那么多的金额啊 然后汇回来台湾这样子 那如果你又收到他的电话呢 也不用担心他只是关心而已 那你就是正常跟他说你可能要买房子啊 或是你可能有什么样子的用途这样就好了 然后再来呢一到三个工作天内就会入账了 然后大家不要忘记哦 手续费这个地方for trade会收取25美金 所以大家如果你是要把账户里面的钱领出来的时候 记得你账户里面的余额 一定要预留有25块美金以上的金额 是让券商可以去做扣款的这个动作 然后再来呢台湾银行这边也会收取300到400台币的电报费 然后钱汇到台湾之后呢 大家不要忘了台湾的银行会需要做一个解汇的动作 那解汇的动作呢以前呢会是可能会有银行的客服会打电话来给你 但是现在很方便以国太市华为举例呢 我们手机APP就可以来去做解汇的这个动作 所以你只要跟着手机APP上面的解汇的一些提醒来去做操作 这样就完成了哦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这支影片 教大家怎么把第一证券里面的钱 会回来台湾的教学你有学会了吗 那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